BLACKPINK來台開演唱會啦 是 小兵應該很想去吧 喔 真的超想去的 就搶不到票啊 真的實在是太難搶了喔 有搶到票的人真的是好讓人羨慕喔 那BLACKPINK呢 他們在18號 19號來連兩場的演唱會 那結束後午的時候呢 因為臨時變更了離台時間 決定呢晚一天出鏡 那不少粉絲呢 看到這樣的新聞之後呢 決定乾脆整夜不睡了 那隔天呢 直接到機場來做送機 那麼在今天早上 6點45分左右的時候 BLACKPINK也已經現場 準備搭機 嗨翻了現場的所有粉絲們 南韓女團BLACKPINK 18 19日一連兩天 在高雄國家體育館舉辦演唱會 吸引上萬粉絲到場朝聖 四閨女二十日一找搭機離台 小港機場不到六點 就湧現大批粉絲及媒體 最早到機場的成員Lisa 滿眼心鬆一下車就轉身打喝歉 看到粉絲及媒體舉起手 向大家說掰掰模樣超級可愛 而Rossi車子接著抵達 以下車後 Rossi就不斷揮手致意 手比愛心 最後向粉絲鞠躬 超清明的形象 讓粉絲超級興奮 送集粉絲還大喊Rossi的名字 充滿熱情 而激素下車後 準備走進機場 聽見粉絲的呼喊 隨即轉身 看向粉絲高舉 雙手道別 最後抵達的Jenny 也在工作人員的護送下 走進機場大門 Blackpink原定19日演唱會結束後 就準備搭機離台 但受到南韓機場大霧的影響 臨時取消飛機行程 粉絲昨晚雖然送機撲空 但今天一早人不見熱情 現場聚集了數百位粉絲 爭相送機 在這場演唱會中 也發生了一點小插曲 藝人佳永捷被網友爆料 在Blackpink的演唱會上面 站整晚 擋到後面的觀眾 不過對此呢 佳永捷則是回應 因為昨天晚上氣氛真的很high 如果自己不站起來 也會看不到 不過對於被擋到的觀眾 他也感到非常抱歉 韓國女團Blackpink 上週末在高雄開唱 門票開賣9萬張瞬間被秒殺 演唱會現場人山人海 因為氣氛太high 大部分觀眾控制不住 站起來跟著跳舞 可憐了後面的觀眾 花了錢 整場表演 卻只能看著陌生人的背影 藝人郭書瑤也是受害者之一 18日晚上 他在IG發了動態 表示整場表演 都被前方站起來的白衣男子 擋住視線 勸說對方坐下來還被罵髒話 而藝人賈永捷 則是被網友爆料 明明坐在視野超好的 VIP二區第一排 卻一直站起來搶拍 完全擋住後面觀眾的視線 還屢勸不聽 坐下一回兒又顧太附謀 氣得粉絲罵他死要黨耶 對此賈永捷在臉書發文道歉 表示現場氣氛太high 加上前面的人也站起來 他們也只能跟著站 不然會看不到 很抱歉造成後面朋友的困擾 下次會更注意 主辦單位也在19日開唱前宣導 站在椅子上看表演是不對的 希望歌迷不要影響到其他人 賈永捷在他的道歉專有提到 我們也是要站起來才看得到 不過呢 ET TODAY的記者呢 就有訪問到一名坐在他後排的粉絲 這名粉絲指控賈永捷說謊 他更出示了當天晚上的證據照片 發現賈永捷其實就坐在第一排 視線非常清晰 完全不會被擋住 對於他四兩波千斤的道歉文 感到相當不滿 一名粉絲獨家上 ET TODAY新聞雲透露 當天就坐在賈永捷一行人的後面一排 當演唱會一開始 賈永捷一行人就站起來 拿手機狂拍藝人 後排也時不時有人會提高音量 要求賈永捷等人坐下 而工作人員一開始也有出來 叫大家都好好坐下 但他們連坐一下的意思都沒有 而該粉絲坦言 前半小時很生氣 但後來決定好好享受演唱會 沒有想到中間賈永捷等人 又出現了更誇張的行為 他們還會轉過身自拍影片 幾個人對著鏡頭晃來晃去 由於一行人都是站著 做出以上的舉動 他忍無可忍 所以才會出聲要求坐下 他直言自己和朋友們 都是很辛苦的搶到票 才成功買到第二排 原本以為可以開心的看到五項 沒有想到卻被擋住了 真心希望他能夠真心一點的道歉 不是說謊得到他粉絲的同情 那麼另外這名粉絲 其實還透露 他覺得坐在第一排的人 應該都是拿到公關票 因為賈永捷他們一行人 到了現場之後 還會跟旁邊左右兩邊人互相打招呼 對這個行為讓他覺得說 他們應該就是拿到公關票沒有錯 而且甚至他還懷疑前面第一排的人 似乎連BLACKPINK成員有誰都不認識 賈永捷一度發文稱是靠著姐姐 才在最後一刻拿到了門票入場 因而引發了公關票意韻 但他事後澄清並非如此 而坐在賈永捷後面一排的粉絲 則是向ETtoday新聞緣還原了當天的狀況 直指第一排公關票的 有人連成員是誰都不認識 只是一直拿著手機拍照 一開始就在討論誰是誰 拿著手機比來比去 而該粉絲也表示 第一排的人看起來都是認識的 因為都有互相打招呼 雖然不確定賈永捷認不認得成員 但他身邊的朋友看似很不熟 中間還看到他跟隔壁的朋友聊天 也沒有看到他們跟著唱 只是一直站著拍 不認識還有站著拍 中間看到他們手機 也只是一直把影片分享到Line上 而後排的粉絲目睹一切都相當傻眼 更疑似因為是拿到公關票 所以工作人員並沒有強制要求 第一排的人坐下 讓他憤怒表示 所以我們這些人真的搶票的 才會感到很生氣 我們現在這個聊天室裡面 大家也在討論這個Blackpink演唱會的事情 像是這個網友安琪就說 其實第一排應該沒有這麼好搶吧 對那另外呢 Daisy說 他說第一排被人家擋到的話 小姐你該去收金了喔 對這個還蠻好笑的 真的那第一排呢 其實這個也是蠻有爭議的 因為有些人會覺得說 演唱會很High啊 就是會站起來 但有些人覺得說 應該要為後面的人著想 不應該就是為了自己想要跟著唱 就擋到後面的人 所以其實也是蠻有爭議的 那麼面對很多爭議啊 譬如說幫朋友拿公關票等等喔 佳永傑上午呢 則是回應了ETtoday 他謙虛的表示 謝謝你 我已經在臉書上回應了 而他在臉書上面呢 則是提到 因為朋友臨時不能去 才能把票讓給唐妹 佳永傑常勝Blackpink 除了演唱會 站著看引來抱怨 他轉發唐妹的動態 唐妹提及 讚嘆我姐 只有她可以在最後一刻 幫我們拿到票 而網友發現該動態後 在佳永傑的留言區質疑 哇哇 這位姐姐還可以幫朋友 拿到公關票耶 在最後一分鐘喔 還敢po出來啊 而對此呢 佳永傑無奈的回覆說 因為朋友臨時不能去 留言還加上了三個 冒號冒和笑容 而照片中的其中一位友人 也出面幫忙澄清 指出佳永傑是將 有人臨時不能去的票 讓給唐妹 我們的票是自己買的 正正當當的 為什麼不能po出來呢 反駁所謂的公關票一說 另外呢有藝人張艾琪呢 李艾琪控訴說 Blackpink演唱會的主辦單位 抄賣了門票 透露說老公跟女兒呢 事情已經跟主辦單位 有買了兩張票了 但是呢到現場的時候呢 是被擋在門外 沒有辦法進去的 所以呢他就控訴說 主辦單位抄賣門票的事情 不過呢主辦單位強調說 他們沒有抄賣 並且呢是要求李艾琪提出相關的證據 這網友懷疑說 他應該是被這個黃牛票所騙 那對此呢李艾琪也有做出回應 李艾琪表示 事先呢就已經向主辦單位購入了兩張門票 每張呢花費9000多台幣 但是他們到了現場 卻被告知說票是抄賣的 所以沒有票可以讓他們進場 不滿的說太扯了吧 我們兩個多月前就已經付錢了 不過主辦單位否認門票抄賣 也確認過沒有現場取票這件事情 要求李艾琪拿出官方購票證明 而新聞爆出之後 不少網友也留言質疑 說應該都是遇到詐騙黃牛吧 而李艾琪呢也回應了外界的質疑 再次強調說 是透過有人以正當管道來購票的 那這場演唱會當中啊 有很多的藝人跟名媛都有到現場去看演唱會 不過呢有人質疑說他們根本就不是粉絲 是靠著特權拿著公關票入場的一日跟風粉 並且揭露說這個特權人士啊 輕鬆入場看演唱會的門票 直言說台灣的死忠粉絲真的很可憐 根據鏡中刊報導 粉專時尚編輯的真心話 昨天在臉書發文表示 以一個非粉絲的局外人來看 常常覺得在台灣當死忠粉絲還蠻可憐的 看演唱會除了搶票搶不贏黃牛 還要看那些不用搶票就有票 可以提前買的名人特權人士 輕輕鬆鬆入場真的很可憐 而時尚編輯也指出 你以為那麼多明星都那麼會搶票嗎 你懷疑自己是不是比別人不夠努力搶票 不要傻了 人家可以提前一番人先買 他還在留言區透露 那些人很多進場看 只是為了要發IG 沒有看到也不會痛苦遺憾 但是看到是白拼耶 當然要跟風一波 那其實在同一個場地 五月天也在那邊辦過演唱會 大家都覺得很奇怪 那為什麼當時五月天辦的演唱會 沒有發生像這樣的事情呢 對耶 對其實許多粉絲都覺得還蠻奇怪的 那對此有資深粉絲也分析了兩者的關鍵差異 現在就要帶大家來一起了解 五月天過去也曾經登上高雄國家體育場舉辦演唱會 卻沒有發生像這次視線遭到阻擋的抱怨 有一名資深粉絲在PTT解析其他差異 主要是舞台的高度設計 若是舞台可以做得高一點的話 後方的粉絲就不容易被前排站起來的粉絲擋住 那前排粉絲也不會因為需要仰頭看表演 大多會選擇坐下觀看 另外還有演唱會規定的問題 五月天演唱會基本上都是全程禁止拍照錄影 因此不會有前方的歌迷高舉手機擋到視線的問題 但原拋認為有好有壞 Blapping演唱會雖然沒有禁止 但壞處是會擋到視線 好處就是能夠留下美好的記憶 那麼想要看喜歡的偶像演唱會呢 如果你好不容易搶到票了 記得這個票呢 一定要在正當的管道去購買喔 是沒錯 不然呢很有可能就會買到黃牛票 在前天晚上呢 就有五名粉絲向警方報案喔 表示透過會款呢 向新男以及情女購買了演唱會的門票 結果約好面交呢 卻交不出票券 讓他們白白損失了五萬 將近五萬塊錢 因此氣得讓他們怒告兩人詐欺 韓國天團BLACKPINK 上週末在高雄市運主場館開場 有粉絲花了五萬元買黃牛票 卻是一場空 左營警分局十八日晚間獲報 五位粉絲指控戴著黑白帽子的這對男女 以四萬九千六百元 販賣距離比較近的高價區門票 錢收得很快 開賽前面交卻拿不出票 反問他們要不要退差價 改做距離比較遠的低價區 粉絲質疑43歲的性性男子 和32歲的坦性女子在騙票 氣得提告詐欺 警方已經將相關的嫌疑人 待會員所 待會員隊 來製作筆錄 將引擎台灣橋頭地檢署偵辦 正想要調查 BLACKPINK也要看 有粉絲在場外高舉看板求票 仔細一看 上面寫著 昨天被詐騙 今日現場求票 還有兩位明媚 19日一大早就到票務服務中心排隊 原來前一天中午 現場公眾人員突然釋出 兩張6800元的門票 但他們錢不夠 只能眼睜睜地看著別人買走 今天錢帶的比較多 對 今天學到教訓 所以昨天有沒有很 很懊惱 有啊 只能說BLACKPINK 真的美麗無法打 BLACKPINK演唱會 爆書像這樣子 大量的黃牛票 以及票券的詐騙事件 對此文化部長史澤今天表示 為了有效來抑制黃牛 文化部會盡快修法 史澤今天早上 接受周一寇主持的新聞放鞭炮節目 訪問時表示 文化部將朝修訂文化創意產業發展法方向 希望三月底四月初可以修法成功 史澤表示 這次喜歡韓團BLACKPINK的很多是年輕人 他們年紀輕 觀眾年齡層很低 瘋狂投入 如果政府沒有辦法 可以給一個健康環境的話 那會令人很難過 史澤也指出 黃牛可以一次買這麼多票 是因為不肖業者透過機器人編寫程式大量搶票 為了有效抑制黃牛 文化部會立法修法 重罰 加價轉手 以及大量掃票 史澤說 不敢說重罰 可以完全一槍斃命 但如果是公開售票 就可以抓到